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 我喜欢听故事,希望故事能带给您想象力、思考力、判断力以及创造力 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啰 上次说到这春生君来见这清朝相往 并且用告知以害的方式打算说服这清朝相往 那既然已经点出了问题,总得给一个解决方案吧 这春生君接着说,这世经上不是有说吗 大武远宅而不赦,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军不要远离自驾,长途跋涉去攻击别人 换句话说,远的敌人应该是要交朋友 而近的敌人才是要攻击的重点 这韩魏两国都是大王宁宁近的敌人 然而这次你去选择相信他们,与他们联手 这不跟无望夫差相信岳王勾剑一样吗 大王你想想看,你连年攻打在韩魏两国造成其死伤无数啊 韩魏两国将近有十几代的人与你清国有泄海深仇 他们可能真心帮助你清国吗 你找他们帮忙行吗 再说了,你要如何攻打楚国啊 跟韩魏两国借道吗 那你担不担心会不会这两国给断了后路啊 若不借道,目前就只能从水水进攻这楚国啊 那里附近一带都是没有开发过的高山森林,你拿来没用啊 而且,当我们清除两国交战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其他各国也会蠢蠢欲动啊 所以,这结果极有可能就是好到齐国 到时,齐国就算不能独霸,但要对付秦国,我想也是绰绰有余吧 嗯,这段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只是加强秦国会有危险的说法 那接下来,春圣君再说了 大王,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嗯,重点来了,解决方案来了,那到底可不可行呢 春圣君说,秦楚应该有好 一旦我们联手,在韩国必然不敢对秦国轻举妄动 这时候大王,就东山行要第四呢 以及利用黄河有力的条件呢 韩国就会成为您清国的附属国 接着,您再以十万大军驻守在这个镇 断绝魏国与外的联系 如此,魏国就会成为您清国的附属国 这韩魏一旦无法对抗清国,势必会转向宫齐 一旦齐国弱化,加上我们两国友好 那赵燕两国想要依靠楚齐两国对抗清国就不可能了 那您说,这时天下诸火,是不是全都被您给制服了 清朝相往一听,嗯,好,说得真好 于是,他派人去通知白起 诶,这楚国别打了,我要跟他结盟啊 哦,对了,顺便谢一下韩国跟魏国存命帮忙吧 嗯,这么简单,就这样结束了吗 要你是清朝相往,你除了与楚国定盟之外 你还会做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叫楚国把太子宋怪当人治啊 还有就是这黄歇,也就是这村生君啊 既然如此能言善道,留在楚国一定不是好事 那就请他与楚国太子一起来过秦国做客吧 就这样,秦楚再次同盟 而这村生君黄歇呢,则与楚国太子被留在秦国当人治啊 对楚秦相往来说啊 能有两个人就可以避免一场大灾难啊 应该还算是蛮值得的啊 同时,为了表现出有诚意点啊 这楚国呢,还派出三万人与韩国卫国啊 同时邀请秦国,一同攻打这英国 不过有点奇妙啊,这场战争的结果啊 实际上这五个国家都没有记录耶 啊难道是因为燕灰亡死了,大家不想欺负燕国吗 不知道,算了,这也不是重点,跳过去吧 其实啊,讲了这一大段 要说的是村生君说服了秦昭相往 啊那说服就说服,为什么说是重点啊 这是因为村生君的言论啊 已经在清朝消防心中啊 悄悄的埋下了一颗种子 什么种子啊 那就是失君的那句话 大武远载而不赦 简单来说 秦国将后对外的军事行动重点啊 将是攻打临京的国家 而针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呢 则不会把它放在优先目标上面啊 而这转变呢 将会为秦国以及整个战国的局势啊 带来新的变化 什么变化 我们后面会再说大 这秦楚结盟之后了 隔年 赵国由令向如领军攻打这齐国 支打平易 再隔年 秦楚联军出兵攻打齐国 夺取这港首 哎 有没有搞错啊 怎么又搞跨境攻击 啊不是说不要去攻打比较远的国家吗 这点 晚点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接下来同年 秦国再次出兵攻打这烟雨啊 这个现在位于山西静中市 河顺县新北之地啊 解开了这场 让秦昭向往一想不到结果的烟雨之战啊 为什么说他一想不到呢 那我们就要从这件事起因说起啊 这件事情要回到我们之前说的 大约在十一二年之前 秦国攻下赵国令旗以及李石成这里开始说起 在秦国攻下这三座城市之后啊 去攻打赵国啊 务必要好好地给这赵国来个教训啊 不过这边要打个岔哦 因为实际上说秦国是攻打韩国的烟雨啊 但这关韩国什么事啊 得罪秦国的不是赵国吗 所以这边呢 我会先用战国策的部分来补充一下 啊至于这烟雨是赵国还是韩国啊 这不是重点啊 我们不讨论啊 这秦国出兵消息传到赵国之后呢 赵会文王立即召集大臣开会讨论对策啊 这大将连颇约神都认为啊 烟雨路途遥远啊 而且帝师险军狭窄 并不是赵军骑骗的开展 难以救援啊 但赵士尔却独排综艺说 那为什么不把问题倒过来看啊 正因为帝师险军狭窄 秦国的大部队也起不了作用啊 换句话说 在这里决战 就像在洞里拼命的两只老鼠 谁勇猛 司令就归谁不是吗 而这句话 就被后人衍生为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由来 那赵会文王一听 他问赵士尔 所以说 你有把我吃战能获胜吗 赵士尔回答他说 没问题 赵会文王一听 好 那我就任命赵士尔为主将 出兵 应战齐军 赵士尔领军出城之后呢 立刻在邯郸城外三十里处 逐累扎矣 接下来他按兵不动 并且传令三军 一律不准讨论军情 唯令者 战 就这样 一待一待了二十八天 诶 啊这赵士尔不是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吗 踏不到烟雨 跟这秦军决战 去在这邯郸城附近磨蹭磨蹭 实在不像勇者 而另外一头 秦军胡杨也编分两路 一路先是前往武安右底 面对秦军在武安附近的鼓噪 这赵军之中 有人主张 我们应该要去救援武安的 懒了 他好像忘了赵士尔有说过 不准讨论军情 唯令者 咱 所以赵士尔恶话不说 立即处决这个人 之后 对于清军的挑衅 赵军完全不为所动 赵士尔没有上钩 那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胡杨派出间谍 潜入这赵军 结果发现了 这赵军根本就没有出击 救援武安的准备 只是努力的 在进行阵地的防御攻势 这胡杨一想 太好了 赵国应该认为 这烟雨与赵国距离太远 加上这第四显军狭小 救援不易 所以打算放弃了 那既然这样 好 传令 大军准备 与我转向烟雨 这赵士尔一看 惨了 请军已经转向了 这决战之地 看来就在烟雨了 于是 他要求大军立刻动声 用最快的速度 在两天一夜之内 就赶离到这烟雨附近 五十里面 然后完成安营扎债 而这时胡杨才造重计 他赶紧找回在武安的军队 一同前往这烟雨 而秦军在赶到烟雨之后 立刻准备与赵军决战 这时 赵士尔正中 有个叫做许丽的人 他建议说 主帅 这秦军一路赶来 士气阵亡 我建有 我们先严正防守 不要与他们正面作战 要不然 我军必败无遗 这赵士尔在听完许丽的话之后 他点点都说 没错 传令 我军严正一代 不准任何人出政 与秦军冲突 诶 不是说不能讨论军情吗 没错 许丽说完话之后 他接着说 将军 我违背军令 请您杀我吧 这赵士尔回答他说 这件事等我们都能活着回到邯郸之后再说吧 看倒霉 杀不杀重点 根本就是你在老板眼中的价值 而不是规矩怎么定 这许丽接着说 主帅 我有个建议 赵士尔一听 他跟许丽说 说吧 还有什么建议 这许丽说 我们应该发动完了 占据这烟雨北山的高地 这样就可以居高临下 占据有力的攻击位置 赵士尔一听 有道理 来啊 传令 给我立刻派兵占据北山 之后 秦军感到的烟雨 在几轮冲突之后 完全没有办法攻上北山 赵士尔一看 那就是现在了 秦军士气已老 赵军可以全面出击 就这样 烟雨一战 秦军大败而回 而这位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赵士尔回国之后 被赵惠文王封为马夫君 这可是与连婆令向武 同一等级的职位 那至于这位违反军令的许丽呢 他在攻过乡邸之后 被提升至国位 哇 秦昭相王真没想到 这赵国骨头会硬成这样子 一直以来顺风顺水的秦国 竟然会在烟雨被赵国打个大败 那这个仇一定得讨回来啦 不过秦昭相王可不是因为脑冲血 就会失去理智的家伙 既然赵国现在有连婆 赵士月圣令向武等人 这攻打赵国就必须充长计议 要不然 这从神坛叠下来的 很可能就会轮到秦国啦 没错 没必要硬碰硬 让人家捡便宜 所以秦国对外用病的对象 再次转回到魏国 这烟雨战败之后的四年 秦昭相王采用犯罪的建议 对魏国用病 攻下着怀城以及领秋 嗯 总算挽回一些颜面啦 这心情好的秦昭相王 跟他两旁的大臣说 哎 你们来说说看 现在的韩国与魏国 与之前比起来 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 这一旁大臣拍马屁的回答说 现在的韩国跟魏国 已经打不如前了 这秦昭相王接着说 那他们现在的相国 鲁尔跟魏齐 与之前的孟长军跟毛毛比起来 谁更有本领啊 这一旁的大臣接着说 哎 这鲁尔跟魏齐 比不上孟长军跟毛毛啊 接着 秦昭相王大笑说 哈哈 就是 之前比较强的两国 就算有孟长军跟毛毛在 也拿我秦国莫可奈何 但现在 他们已经落成这样 再加上这无能的鲁尔跟魏齐啊 看来 他们对我们秦国 已经完全不够成威胁了 嗯 这话听起来 怎么有觉得秦昭相王 好像走夜路在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的感觉啊 很虚耶 这时 一旁有位叫做中旗的大臣 对秦昭相王说 大王 你这话会不会说得有点过头啊 当初静伯自私最强 他率领韩魏想要灭的兆 结果呢 却因为一句话失言 触发了韩魏的警觉 最后 韩兆魏三家灭治 而他呢 也成为后世的笑柄 没错 现在韩魏两国的确很弱 但是 他们会不会已经在私底下运作 准备反击我大秦啊 这点大王我还是建议你 得留心一下 别太低估对手啊 这中旗的一句话呢 立刻吃到了秦昭相王的痛处啊 没错 现在秦国还没有安稳到没有对手的状况啊 尤其是赵国 这不解决掉赵国 秦国跟人家说什么没有对手 谁信啊 啊不过人家赵国现在国运真的很强耶 除了前面说的连婆 月圣 赵舍 令向炉 现在 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礼物 啊 啊真是的 这赵国人才辈出 那有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机会好好地修理他一下呢 在秦国找到机会修理赵国之前 这时候出了一段小插曲 什么插曲啊 那就是七楚两国 联合起来攻打这魏国啊 现在这魏国 怎么可能经得起这两国联手攻击啊 所以 这魏王赶紧派人到秦国求救 不过虽然派出了一堆死者 结果就是请不到秦国的救兵啊 这时候 有个大约九十多岁叫做唐居的人 他对魏王说 大王 你让我试试看吧 我会让秦国军队在我离开秦国之前出发的 这魏王一看 也好 反正死马当活马一样 于是 他叫人准备好车辆 派着唐居为师的 前往这秦国求援了 这唐居来到秦国之后 秦昭相王一看 哇 老人家 你几岁啦 唐居回答秦昭相王说 不瞒大王您说 我已经超过九十啊 这秦昭相王一听他接着说 哇 这魏王也太狠了吧 您年纪这么大 还要您跑这一趟 太辛苦了吧 啊 好了好了 我知道您呢 是来帮魏国讨旧兵了 你魏国来来去去 已经找很多人来过了 我已经知道魏国很危急的这件事 您可以先回去 听到这 唐居回答秦昭相王说 大王 您竟然已经知道魏国很危急了 但是却不发兵救援 您是希望魏国为了去保自己不要灭亡 而割地给齐楚两国 然后 再让他们重新启动的合众计划吗 秦国失去魏国这个东边的屏障 就换来齐楚两国变强 这是您要的结果吗 我这么老都能明白这道理 这么秦国军臣上下 这么一名的国军 还有这么多优秀人才 却看不出魏国六十有损失 对秦国来说这并不利呢 秦昭相王一听 哎呦 老人家说话好快哦 没有了 那是因为我转述的 他想说 没错了 就跟救援韩国一样 除非齐楚兆被我秦国打残 要不然这韩卫两国 目前都还有剩余的利用价值 若不就他对秦国不利 于是 秦昭相王最后决定 好 出名 救援卫国 不过 这段历史 有点争议 可能不是真的 但 还是那句老话 这真真假假 交给考据的学者去处理 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不讨论这问题 那唐居初始秦国 顺利完成论务这段 后来有人说 就是不入使命 典故的由来 不过 我还真查不到 不入使命 这句话的出处 要是有知道的听众 可以帮忙留言一下 分享给大家 那讲完了这段插曲 接下来 要说谁 接下来 就是要说 刚刚那位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赵国将军 李牧 哇 终于轮到这战国 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 登上历史舞台了 那这李牧 有什么特别的呢 现在 我们就要从 他的小故事来说起 这李牧一开始 寿命驻守在赵国 戴郡 以及燕门郡两地 因为这个地方 直接连接北方的雄奴 所以当时赵王 给李牧一些特别权利 也就是当地所收的税收 可以直接充当 李牧的军费 不用上缴中央 有了这笔预算 李牧可以有钱 而大方的李牧 每天杀牛请士兵吃 这让士兵们都很拥戴他 不过李牧很清楚 只有士兵的拥戴 是无法击退敌人的 所以 他加强大家 起码射箭技术 并且严密的去巡逻 这烽火台 另外 还时不时的 派人去侦查 凶奴敌情 只要发现 凶奴一旦来犯 李牧二话不说 立刻要大家 兼闭亲眼 让敌人没有东西 可以讲 然后呢 令全军退到阵营中 严加防守 谁敢没有他的命令 而主动出战者 一律杀无射 就这样 匈奴来了几次 都无功而返 而几年下来 不但匈奴认为 李牧胆小 连赵国自己里面 也传出了 李牧胆小留言 赵王多次催出 李牧出战 结果 李牧都给他来个 一毒不回 这可让赵王火大 所以 他解除了李牧兵权 并且霸出他的官职 改派其他将领 代替李牧 那这样会比较好吗 人是患 果然 就敢出去与匈奴一战 只不过 败多甚少 损失惨重 这相比起来 李牧龟缩在家里的策略 赵国损失的亲得多 所以 赵王最后无奈 只好恢复李牧官职 并且再度请他去领军 而李牧也非常有个性 在收到赵王的命令之后 他直接给你来个装病 不出门 最后 气得赵王 亲自到他家 去找他 他问他说 李牧 你要怎么样才愿意领军啊 这李牧回答赵王说 很简单 你要我领军 那就得听我的 别人没事来干涉我 这赵王一听 那什么跟什么 不过想一想 李牧的确能守住北方 现在赵国已经无力分兵 对付匈奴了 要是李牧能搞定匈奴 那不干涉他 就不干涉他吧 所以 他叹了口气之后 答应李牧说 好 只要你能搞定匈奴 那我就答应你 不插手你在带 以及燕门军的做法 这李牧一听 说话算话哦 赵王说 算话 李牧接着说 那就谢谢大王 我的病好了 可以上任了 就这样 李牧取得了现场 独断独行的权利 李牧回去之后 有立刻与匈奴开战吗 还是没啊 他还是继续宰牛 吃肉 练兵 巡逻 就这样 又过了几年 到这个时候 这李牧边防的士兵 可以算是赵国经典 出了谜的帕斯军团 虽然说 怕死也不是什么可耻 或是不对的事 不是有句话说 小心死的万年船 然而在当时 这胆小的名号 夹在身上 可是让士兵们 很难受 这士兵们 一个一个接着来找李牧说 我们要出去 与匈奴一战 就算没有将赏 我们也要一战 我们不想背负 胆小鬼恶民 这李牧一看 嗯 行了 直接出兵吗 直接出兵 那就不叫做 战国四大名将了吧 总要有点策略吧 没错 这场仗 可不是人人有份的 李牧特地挑选了 精良战车 一万三千辆 骑兵 一万三千名 不怕死 敢死冲锋陷阱的士兵 五万名 另外 还加上擅长射箭的士兵 十万人 哎 又没有说错啊 这样还不算人人有份哦 这一台车 通常要有三个人 来计算的话 李牧这场仗 总共派出大约二十万的军队 有没有写错啊 赵国有这么多人哦 还有 像李牧这样的个性 给他这么大阿兵权 赵慧文王真的能安心哦 要是真的这么信得过他 之前就不会换掉他不是吗 不过 人家死记就是这么写的 那二十万就是二十万 别挑毛病了 公元前两百六十五年 这场号称 赵破匈奴之战 就在这北风凛凛的吹乎之下 正式揭开训目啦 此战 李牧先是派出大量的当地居民 前往这边境的驱赶深处进行报幕 这匈奴一看 嘿嘿好大胆 竟敢直接到我家里面来亲门踏户 这被出兵修理一下这胆小鬼军船所率领的居民 那就对不起自己啦 不过 人家说杀鸡不用牛刀啊 所以匈奴只派出了小批人嘛 对着进行报幕的军民进行劫略 而李牧这边呢 既然听到匈奴已经出兵了 他总得也保镜安眠一下吧 所以他下令赵军出阵 这两军在遭遇之后呢 李克展开战斗了 结果此仗 这后军今天战败了 数千军民被俘 哇有没有搞错 啊不说训练完成了 怎么还是一打就烂啊 接下来 李牧不甘失落 决定征兵救援 于是他下令 大军水火出阵 应战 我真的要开打咯 李牧有什么办法 可以击败这匈奴呢 这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第一场战争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要等到下次 才有机会跟各位说咯 好啦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若喜欢我的故事 要麻烦您 记得动动你的手指 给我五星评价 或是点赞 订阅 追踪以及分享哦 当然 也欢迎您留言 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 或是饮料 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其实历史 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 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 以及做法方式 我们就有机会 改变自己的未来 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